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市長您剛說安全的疑慮是指哪些?我們評估了哪些的狀況? 因為我們從那個監測值看來,它就是一持續在惡化 可是你持續惡化,你不能那種態度就是你也不講,你到底要怎麼改善,你要怎麼做 而且我給你的功已經很清楚了,我題目都列得很清楚,你不理我 市長你強調,又兩個專業是你決,可是今天周禮良局長他在市議會交通委員會說你在注冊決定之前沒有爭取過他的意見? 有啊什麼沒有,他有來開會啊 他昨天來報告的時候你是不是看到報告很生氣? 我想嘛,重點是我們問他的題目,你不能說這樣 你不能,好啦算了,這我們內部,重點是遠雄公司要講出你的計畫 而不是在這邊好像事務就一副不作為,我也明白講 不管以前怎麼樣 今天將來要發實用執照是柯文哲 將來出事的話要負責是柯文哲 市長那今天那個可以停工的旅遊好像是停桌是柯文哲公安的部分 其實都有啦,這個只是那個我跟你講接下來的行政處,那個接下來的那個應該措施很多吧 這政府很聰明,後面還一大堆還沒處理 還是那句話,請做一個有責任的企業 我也不是隨便問你,我都有這題目123次要叫你回答什麼,我關心的是什麼 請你就按照我回答,而不是一副就好用 一副就好用,不然你是要按好,我就不可以這樣